观众朋友 晚安 我是刘芳慈 欢迎收看全球看民事 接下来30分钟要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走遍全世界 首先来关注海门邻近的日本 JR铁路有一班列车 今早上停号在岐阜县大缓站的时候 突然发出了爆炸声响 冒出浓浓白烟 一度引发乘客骚动 消防员初步查看 发现是列车的第三 跟第四节车厢之间 出现了烧焦的痕迹 所幸这起事件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好 不过受此影响 JR东海道本线 有部分路段停驶 从月台乘客拍摄的画面 可以看到车厢上方 隐约有阵阵白烟飘出 消防和铁道人员进进出出 每个人都神情凝重 因为这辆列车才刚传出爆炸声响 雷像的光源 像这样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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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停电 每个人都在外面 然后更加危险 所以上方的光源 还会上升 15号上午 日本JR东海铁道一班列车 在岐阜县的大原站停靠时 突然传出巨响 冒出滚滚白烟 车厢内还陷入一片漆黑 吓坏车上乘客 车站人员立刻将所有旅客 疏散到安全地点 消防人员或爆到场时 烟雾都已经散开 也没有发现火苗和爆裂物 只有第三和第四节车厢之间 留下明显的烧焦痕迹 详细的爆炸原因 还有待调查 所幸这起事件 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不过JR东海道本县 在岐阜和滋贺县之间的部分路段 还是一度因此停开 迷失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镜头转到中国 这几天意外频传 像是爆炸等等事件 甚至最新在今天早上 六点半左右 天津市街头有辆游览车追撞 那么因为故障 停靠路边的公车 那么接着两车起火了 这个事故导致游览车司机 不幸死亡 37名乘客受伤 另外还有昨天在浙江明波 有处购物商场 跟辽宁茶叶批发市场 也传出大火 那么确切的伤亡状况 目前都还不清楚 中国天津市东立区 早上六点半 要迎来交通尖峰 一辆公车故障暂停路边 遭后方游览车追撞 接着两车起火 猛烈火势车辆烧成骨架 不久后扑灭大火 不过全出不幸消息 警方表示事故 造成游览车司机死亡 37名乘客轻伤 辆车相撞 原因有待调查 而这几天不止天津 不平静 望远路与树闲路的交叉口 这个工地着火了 下边路上看到的 上海奉闲区的九棵树艺术中心 附近工地 14号遣遭助容 有中国网友拍下猛烈火事 浓烟密布 一路烟烧到晚间 伤亡情况不清楚 同一天 浙江宁波的这处商场 楼前也窜出火苗 轻火楼前告救援 相当困难 而往北的辽宁 这处茶叶批发市场情况 也很危急 目击者开车 整路都是灰烟 其实13号山东也传出厂房 遭大火吞噬 这处厂房为制血厂 信号事发在下班时间 没有人员遭波及 明师兄联系综合报导 好紧接着东北亚局 继续来看是围棋一个星期的 美韩大规模联合演习 在今天落幕了 出动了超过1400人 还有40几架的战机 来执行空对空 还有空对地的实弹演练 那么这回演练也搬出了 小型的战术车 还有榴弹炮 提升抵抗敌军 也可能就是北朝鲜的作战能力 南韩F41朝栏机标的 射出飞弹精准集中空中目标 美韩从11号起到15号 在潮心半岛西部海域 执行空对空空对地实弹演练 练习精准打击挑衅源头 与拦截低空巡弋导弹 美国空军基地航空队A10 F16 和南韩的F35A F15K PF16等 共40几架战机参与演练 另外两国也在经济道 江源道一带举行空降空投物资等作战演练 驻韩美军第二师美韩联合师等 一共有1400多名官兵参与 在美军指导下执行跳伞及地面作战练习 这次来出动小型战术车和105毫米楼弹炮 以提升升入敌军阵营时的作战能力 本次演习与年度进行的自由之盾相关 目的在强化南韩抵御北朝鲜核武 及飞弹威胁的能力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日本青森县的大尖顶 跟我们台湾一样会供奉妈祖 保佑人民出海平安 那么在1997年当地的道河神圣 还跟台湾的北港朝天宫结为姐妹宫 从台湾分领了一堆妈祖神像 然后跟这个道河大神来一块合计 昨天大街妈祖就首度启程 要进行四天三夜的返台进香活动 日本的信众们纷纷前往港边来送行 身穿精衣头戴神明凤冠 座椅下方还写着天上圣母的字样 台湾民众相当熟悉的妈祖神像 供奉地点却是在日本的道河神社内 在地民众以及观光协会的人员 在港边挥舞象征鱼获丰收的大鱼旗 负责人员小心翼翼护送神像登船 14号日本青森县的大监丁 举办首次的返台业祖进香 欢送妈祖返回台湾娘家 青森县是日本东北地区唯一供奉妈祖的地方 相关的祭祀活动最早可以回溯到300多年前的江湖时代 位于大监丁的道河神社还在1997年和台湾云林的北港朝天宫结为姐妹宫 从台湾分离一尊妈祖神像和道河大神一起合四 在这之前也引进台湾的妈祖绕境活动 每年7月日本的海之日当天 民众前往大监丁 还能看到盛大的天飞游行 三太子土地公以及妈祖等神明 在日本传统的神乐声中一同献身 吸引大批台日两地的观光客前来共襄盛举 体验日本版的肖妈祖行程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接着体坛消息 带来看的是MLB美国职棒大联盟 现在即将要进行的是 这个南韩首尔这个系列赛 那么其中日籍球星 在这个道琪队来打球的大股祥品 今天下午是随着队员飞抵南韩 仁川机场就聚集着媒体加上球迷 大约有600多人非常的热闹 好这一回更受到瞩目的是 大股她也首度带着爱妻 天中真美子来公开露面 而且呢在这个机场的过程当中 大股祥品还不断的在回头 似乎是在确认说 这个老婆有没有跟上自己的脚步呢 好这个画面相当的护妻 也让粉丝大赞 人川机场欢声雷动 大批球迷聚集等的就是她 大股祥品现身南韩 跟在后方的就是上机前 才对外曝光的爱妻 天中真美子 而南韩媒体一路跟拍到大股上巴士 意外曝光 她回头似乎在确认老婆 是否跟上的画面 让粉丝大赞大股护妻的举动相当可爱 大股终于和爱妻同框 凌晨一张照片引起骚动 确定身份就是传说中的女篮球员 球迷大赞两人有夫妻脸 更发现似乎还有婆媳脸 引起热烈讨论 这次大股前往南韩 为的就是下周20 21号 进行的大联盟首尔系列赛 除了她受到热烈欢迎 日级投手山本游身 MVP BOOKIE BASS等人现身 也都造成轰动 就连翻译水源依萍也有高人气 比稻奇队早一些 教室队已经先行抵达南韩 而比赛场地高尺巨蛋 为此翻新也已经准备好了 有信心让球员满意 观众安全也不容小觑 两天赛事预计会涌入 超过10万名球迷观战 周边也将部署一般韩值例行赛 三倍之多的400名安全人员 希望让南韩球迷诚信而来 尽兴而归 明天新闻综合报导 同样式体谈消息 我们今天带你来看的是HBL 金欧女中挺进了女生组的四强赛 睽違十年要再度前进台北小巨蛋 好 选手们现在也正在集训积极备战 其他同学也没有闲着 在学校的号召之下 自发性组成应援团 希望可以替金欧重返荣耀 尽一份心力 进舞社成员小巨生手展现青春无敌 准备要到小巨蛋为金欧女来应援 我们舞就是有更改了一些比较炸的地方 就是把气氛带起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嗨一点 说跳舞同学们也忍手一块加油板 自发性组成应援团 口号发挥创意 关注热情 努力不懈潘耀静 欣喜落狂张欣喜 创造奇迹林玉海 求求必进 紫金宝宝 耀静宝宝 紫月宝宝 菊姐宝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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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宝 我们来了 做看板 想口号花了两三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就是希望成为女蓝队的后盾 尽管四强首战 就要对上赛前全胜的北一女中 应援团同学没再怕 不管是面对谁 我觉得他们一定都可以 很稳定地发挥出他们的实力 就是不用紧张 稳定发挥就好 一定会赢的 我们的才是最棒的 球员也告诉我们说 当他听到这些加油团的 尖叫声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卖力 他们站出去 就是代表我们金欧女中 那我们在金欧女中校内 就是他们最大的后盾 金欧从第一届 HBO开始就不曾缺席 过去也曾拿过六座冠军 但上次封后 已经是二十年前 这回闯进四强 也睽違十年 全校都相当振奋 包含校友 家长在内 应援团动员八百人 准备要嗨翻小巨蛋 十年重犯小巨蛋 金欧女人No.1 明星文江晃轩 尤博志台北采访报导 帕金森市症的患者 发病的时候会不自主地颤抖 那么传统药物只能解决 生理上的症状 不过现在有英国研究员 把帕金森市症患者颤抖的 这个现象转换成音乐 来协助患者可以舒缓症状 减轻发病的时候内心的不安跟恐惧 戴上耳机聆听震荡的节拍 让帕金森市症患者戴耳 情绪瞬间松懈开来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将帕金森市症患者 颤抖的节律录制下来 转换成音乐的节拍 谱出各种风格的音乐 帮助患者舒缓不自主颤抖的症状 患者听到用自己的颤抖 竟能做出这么好听的音乐 忍不住流下眼泪 歌词描述的是每一位患者的故事 因此本人听到的时候特别有感 现有医疗只能用药物舒缓生理症状 这项研究可以照顾到患者的心理层面 协助他们抚平发病时不安的情绪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精巧的日本和果子进军东南亚国家 包含印尼的观光圣地巴厘岛 还有泰国的首都曼谷呢 最新都有和果子业者进驻开店 粉红色的莲花花瓣分明栩栩如生 可爱的小鱼和猴子造型 吸引民众拿起手机猛拍 精致漂亮的和果子 在师傅的巧手之下慢慢成型 日前在泰国举办的和果子展示会 请来业者现场制作 视觉和味觉的享受一次满足 像这样的高级栗子羊羹 一条就要台币2100多块 价格是日本当地的两倍之多 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买单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 吹起一波和果子风潮 强大的购买力 吸引不少日本业者 前来抢食商机 创业150年的铜锣烧名店 也在五年前进驻曼谷 开设分店 除了泰国之外 印尼观光圣地巴厘岛 也有间琥珀糖的专卖店 在两年前开业 以寒天和砂糖为基本材料 加上各种调味 再以手工方式 小心切割出水晶和宝石外形 一盒9个要价865块台币 还是相当受到富裕阶层的欢迎 其中大多数顾客都是年轻女性 来自日本的和果子 以精巧外形和甜蜜风味 成功打入东南亚市场 也是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上场比赛来赚奖金之外 网球球星在下场之后 竟然还得继续打工 我们来看看这是 印第安全网球公交赛 特别在赛期之内邀请了包含 梅德韦杰夫 还有卢布列夫等球星 卧底 他们扮演保安 还有结账店员等等职务 要来看看这些球迷们 可不可以辨别出他们来 场内人笑嘻嘻嚷嚷 但球迷们可得特别留意了 因为场上的网球球星 可能就在你身边 你现在在场上吗 现在不在乎 我现在在乎 你现在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不在乎 就算被眼尖球迷给认出来 也还是只能打死不承认 印第安全网球公开赛 参赛球员们 受邀进行一趟卧底任务 在五圆区内 办成保全 纪念品店员 结账人员等职务 要考一考 球迷的敏锐程度 你是梅德韦杰夫的兄弟吗 为什么 我就是 那就是每个人都告诉我 我的天啊 每次都问照片 他们在乎照片吗 对 每次都问我 我像梅德韦杰夫 你像他吗 对 很可憐 这就是你的照片 谢谢 我应该保障 我应该保障 除了卢布列夫 还满意的韦杰夫之外 另外还邀请了卢恩当店员 等比纳尔扮演停车人员 贾伯发地图 沙卡瑞卖爆米花 虽然有很多球迷可能都没注意 但还是有很多球迷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个人就是场上的球星 即便是隐藏在不同行业里 这些球员也藏不住被人认出的高忍器 民視新闻早报道 英国大不利益颠倒上最长的河流 赛文河是很多冲浪 好手喜欢的飙浪胜地 尤其是每年这个时候会出现 涌巢现象 浪来得又急又快 还可以冲到两公尺这么高 好 日前出现预计是今年最大的浪潮 也是五年来首都有白天出现的 五星级大浪 各路飙浪好手七聚 踩上浪板蹲低 体验飙浪快感 这天的浪之大也没让观众失望 站在岸边都会被水喷到 英国英格兰中部的赛文河 每年三月初发生的涌巢现象惊人 十二号不只迎来今年预期的最长浪头 还是五年来首次白天出现的五星级大浪 有时可达两公尺高 长约354公里的赛文河 是大部列颠岛上最长的河流 位在西部地区 年年也吸引独木舟选手拼体力极限 为了玩的安全 永潮期间都有旧宣艇待命 大潮一年约出现两次 但就数三月最壮观 明世新闻联星综合报道 国际上详细天气交给明希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明世AI主播明希 2001年在伊朗东南部的古墓中 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个石头制成的小型圆柱容器 最近经过科技检验分析后发现 它的内容物成分 非常类似现今的唇彩 这个古墓大约有4000年历史 因此这可能是史上最古老的口红 讽刺的是 虽然在伊朗挖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唇彩 但现在当地的政府 却限制女性使用口红和指甲油等化妆品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虽然已经是初春 但美国科罗拉多周一就遭到暴风雪侵袭 造成停电 道路封闭 飞机航班取消等灾情 积雪则高达98公分 连滑雪场也被迫关闭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 大阪 首尔 最低4度最高20度 新加坡 雅加达 河内 最低19度最高32度 吉隆坡 马尼拉 新德里 最低15度最高35度 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最低5度最高17度 伦敦 巴黎 莫斯科 最低3度最高14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闽西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主播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